大爆死 你現在看的是 大爆死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 大爆死和阿死一起玩玩具 記得之前直播的時候 有好幾位兄弟 想看這隻 Superior Spider-Man 其實本身沒有想著這麼快開 可能本身想開 Gylai 大和仙 不過既然有兄弟 request 不如開給大家看看 我一直都很順應民意 沒錯,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蟹之寶 Marvel Legends Superior Spider-Man 大家看到包裝 其實就是為了紀念 這個MARVEL 85周年的 一個新的packing 同時期發售的好幾個款式 例如Walbert Wolfrain Hulk Buster 然後Hulk 那幾盒都是這隻 黑色 有些金邊 85周年紀念版 後面是這樣的 全部85周年紀念版 都是獨立出的 不會組成一波幅 之前動漫節優先發售 之後8月1日開始 街鋪都陸續派貨 所以今天也是8月頭 還新鮮 不說那麼多 立即和大家看看 因為這盒東西的定價 是貴少少的 所以有兩版 第一版就是本體加兩對更換手型 有兩款不同的背包 和一個更換的頭雕 第二版就是他的四隻蜘蛛爪 貴少少 多些東西 合理的事情 蜘蛛俠的死敵之一 八爪魚博士 因為意識到自己 已經進入風足殘年的階段 為了讓自己可以延續壽命 於是施計 將他和蜘蛛俠的意識交換了 比特用白爪魚博士五爐七雙的軀體 向蜘蛛俠展開最後的死鬥 可惜最後都是歷戰而敗 比特在臨死前 將自己的意識和奧圖連接 分享了他自己的所有記憶給奧圖 奧圖也是因為意識連接的一瞬間 經歷了比特的一生 明白到他為何會成為蜘蛛俠 於是洗心革面 轉職成為英雄 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比特更好的蜘蛛俠 拿個本體出來看看 現在沒有裝到蜘蛛爪 所以我就用了一個沒有旁邊的孔吉蜘蛛爪的背包 大家不要看這隻 好像又和平時的蜘蛛俠的身體差不多 但是根據原型師Dennis Chan在Twitter 即是X 其實他腰對上 全部都是新的雕刻 全部都是新的武具 其實以前都出過Superior Spider-Man 不過那隻就很醜 A字博勁射 跟著下盆的位置 好像兩個股關節 是超噁心的 身形 現在這隻就 嘩 身形好多 好 近一點看看 這個頭雕我自己是非常滿意 覺得那個表達很有趣 整個效果又多好 因為大家看到他的眼睛 好像為何有些灰灰黑黑 一橫橫的 其實他是假裝他的眼罩 因為反光 所以 會反映到城市的效果 有些聰明 現在就看下去 好像 這個城市發生的事 盡修到眼底 所以這個頭雕我覺得OK 不錯 另外 新的蜘蛛網的模型 都頗特別 過往的蜘蛛俠通常是很工整 中間散開 這個 大家看下去 他其實是比較雜亂無章 好像亂畫下去 那個線條也挺有趣 當然 其實有些插畫 一隻Superior Spider-Man 都會像平時那些這樣工整 但是今次就用了某一部分的插畫 那個比較凌亂的蜘蛛網造型 那個蜘蛛網發射器左右有兩個 慢慢後來改到很厲害 後來改到 又會噴火 又會噴水 這裏也有做到這一塊 都過人的 這個新的武具 其實肌肉紋理都處理得不錯 有些肌肉又不會爆到很誇張 亦都不會像舊版那一隻 即是肌肉頂住隻手 夾不住隻手 這個 其實整體的線條是比舊版那一隻好多 雖然MARVEL LEGENDS的關節每隻都差不多 不過都要試一試 頭這裏有個HINGE 可以向上網 幅度都OK 都算網得上的 頭頸的接駁就有個BALL JOINT 向下呢 向下都有少少少的 手 平舉有特 肩膊這個位置就有個BUTTERFY JOINT 可以前後動 手 360度旋轉 OK 手臂水平旋轉 GEN BASE 雙關節 大家可以看到 老鼠仔都發達的 但是都接得上的 拳頭這裏有個HINGE 可以旋轉 這次這個胸 就用了一個特製式的關節 其實我一般的這款設計 只可以向前接 向後 扭斷腰 OK 但是其實我喜歡的一款是BALL JOINT 跟著腰可以再轉 這個 差點這個款 其實 腳 向前踢 打側 向後 就差少少 大家應該剛才都看到 它是有個拉出色的關節 所以動到的幅度都不錯 大腿 水平旋轉 小腿 這麼實 雙關節 BUT這個位置都有個水平旋轉 腳 腳掌 這裡有個上下動的HINGE 可以摺回地 腳尖 可動也是維持 Marvel Legends 那種中上的水平 現在就換了一個爪型 這個手型其實有深思 因為這個Supervious Spider-Man 除了背部的爪之外 另一個明顯的upgrade 就是Auto在手指上加了一個爪 加了一些勾 所以 這個手型其實是有深思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掌心 都是由上到飾的 OK的 其實 算是這樣 這隻Marvel Legends 我覺得可以出得 好 現在換了一個射之蛛絲的手型 頭雕 就換了一個沒有那個 城市的倒影的頭雕 眼的白色就用了珍珠色去表達 說真的 這個Supervious Spider-Man 當年其實都頗大膽 用一個奸角的意識 用了主角的身體 成為主角 然後說他如何變好人 他變好人得來 又不是一個完美的好人 然後中段 就被殘餘的意識又浮現 那段仔的故事是頗有趣的 當然 Auto最後還是覺得自己的責任感 還有那個毅力不夠 所以都是決定給身體Peter 當然之後Auto是有捲土重來的 但是 自從Auto成為一次蜘蛛俠之後 很多時候 故事都會反映Auto 有一些好人的本質在 所以我覺得近年 做白酒魚博士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OK 整件事不錯 好 現在換了個背包 然後裝了四隻蜘蛛爪 其實這一抽 應用了Auto 他的神經科學技術 即是他做白酒魚博士的時候 有些爪爪在後面 用同一個技術 做了一套蜘蛛俠風格的武裝 給自己用 剛才大家都看到 安裝很容易 就這樣刺進去 完全沒有技巧 背包和蜘蛛爪 其實都用了一隻金屬紅色 有些像他某這款式的Iron Man 都會用了這隻 偏向金屬紅色少少的膠 關節都有一定的數量 插進去這個位置 這裡 這一節有一個Hinge OK 有時候很難動 這裡每一節的接駁 都有一個Hinge 可以旋轉的 這裡有一節 Total 1 2 3 4 4 節 關節都充足 貴又貴少少 不過爪爪是蠻好玩的 本身拍了一剪 就說那四隻爪很難支撐到自己 但收了機之後 都是深思思想試一次 於是今早再補拍 原來發現是可以的 其實你找到一個竅門 找到幾個頂著幾個G點 G點不是G點 其實是可以的 但要有少少竅門 而且不可以很長時間地展示 因為始終會慢慢滲開滲開 好 很快就跟大家玩完這隻 Marvel Legends 的 Superior Spider-Man 小弟訂這盒的時候 就成為260元 好似剛才這樣說 因為多了些Paxe 多了幾隻找 所以定價比平時的款 少少 貴60元左右 我覺得這件事不錯 因為我沒有買到 舊版那隻Superior Spider-Man 因為我覺得那隻都做得幾難 所以沒有買 現在買回這隻 又帥仔 Paxe 又多些 開心 這隻Figure 我整體都頗滿意 特別是頭部的印刷 是頗為人 而且意外地有心機 雖然上半身的可動 我覺得差點 始終沒有這隻那麼好 有得扭 有得摺 但是有心機的地方 它是一個新的武具 即使分別未必很大 但是它的肌肉紋理全部重新做過 這個位置是有心機 是抵贊的 而且配件都充足 有兩款背包可以換 有兩個頭雕 配件的數量是滿意的 如果那些爪可以夠硬 夠挺 撐得起自己 會更開心 不過整體來說 已經算好好的 玩得算開心 這隻Figure 都推薦 正的是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玩過其他玩具 在這裏 拜拜